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国时期齐国发生了严重的灾荒 饿死了无数人 于是有一个心善的妇人钱敖准备了许多饭食 一一分发给路过的农民 中午时分钱敖远远看见有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着 进前发现这个人饿得皮包骨头脚步迟缓 一只手勉强抬起衣袖蒙着脸 嘴里还不断地呻吟着 听起来十分煎熬 钱敖不做多想 举着饭食大喊 喂 你过来 给你东西吃 谁知这个人竟然停下脚步 双目怒视道 我就是饿死也不会接受你这样侮辱的施舍 钱敖发现自己语气不当 急忙解释 但是这个人坚决不肯接受 最终活活地饿死了 这就是不时接来之时的出处 一个不恰当的语气 轻则让人心生埋怨 重则让人心受重创 都说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明明想表达关心 却因为语气生硬 反倒听起来已止气实 明明想求人帮忙 却因为语气粗暴 反倒听起来不可一世 明明想由衷夸赞 却因为语气严厉 反倒听起来咄咄逼人 人和人之间的误解呢 往往不是因为词穷 而是因为词不达意 语气不同 结果往往大有不同 佛经有云 出言当称义 义名与相关 悦意离贪嗔 柔和 调适中 说话语气要柔和 当学会把你能行 换成你能行 把你怎么才回来 换成你回来了 就是在改变语气 改善自身周边的风水 做人学会把质问改成感叹 肯定多过反问 才是在好好说话 佛家认为心有善念 则口吐莲花 语气是语言最精准的温度计 反映出你内心最真实的样子 好的语气源于内心的善意 能让别人舒适 也能让自己心安 北宋时 有一个大善人叫王四栋 一次家中遭小偷刑窃 被王四栋抓个正着 还认出这个人竟然是邻居家的儿子 王四栋非但没有斥责他 反倒轻声询问 你一贯是个懂事的 怎么会偷窃呢 小偷哀叹一声 还不是生活所迫 王四栋取出十罐铜钱 温和地对他说 这钱给你 但现在天色已晚 若就这样拿出去 容易引人怀疑 等天亮了 你再拿上离开吧 王四栋的语气和行为 让小偷大为惭愧 心中悔悟 最终改邪归正 人们常说 相由心生 其实一个人的语气 更是如此 语气是一个人 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内心高傲者 语气少有谦卑 内心粗鄙者 语气难现温和 内心富足者 语气多半笃定 内心贫乏者 语气大都怨对 因由心生 生由人造 做人内心宽和 语气才会软和 有人说 说话的语气 有多好 浴室的运气 就有多好 深以为然 语言容易包装 语气 却很难伪装 运气好不好 看你的语气 就能知道了 在一家红茶店里 一位顾客 叫来服务员大骂 看看你们的红茶 倒点牛奶进去 还会结块 太劣质了 经理听到了 柔声对顾客说 真对不起 请稍等 我马上给您换一杯 没一会儿 经理端着新的红茶 来到顾客面前 并轻声说道 我是不是能向您建议 茶中如果放了柠檬 再加牛奶的话 就容易结块 此时顾客才知道 是因为自己 将柠檬和牛奶 一股脑加进了茶中 才导致了结块 顾客大为羞愧 但又因为经理的态度 给自己留了面子 之后呢 就不断介绍朋友 来光顾这家茶馆 茶馆生意 也就越做越好 运用好的语气 能轻而易举地 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人们常说 物过刚 择一折 语气太强硬 容易让人心生反感 也会让自己 身陷淋雨 命运不济 佛陀说话时 言辞柔软 越可重心 一个语气柔软的人 可令众生心生欢喜 一个语气温和亲切的人 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能感召贵人 袭来好运 语气柔和一点 缓慢一点 真诚一点 好运 自然就更靠近你一点 古语有云 一言足伤天地之和 一事足折 终身之福 语气虽然细微 但却拥有 直击人心的力量 能影响人一生的运气 把话说好 收获最大的 其实 是我们自己 语气好的人 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说话 用温和的语气 迎来自己的好运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 点一个赞和再看 也可以在留言区 说出你的想法 或者转发到朋友圈 让更多朋友看到和听到 感谢各位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 下次 没有